夏季消暑好去处 2023年支卡宣律森林清水公园细水活动 距离闭幕的时间剩下两周了 而花林县府在这段期间加码许多活动 重自图书馆每周六下午 结合农村自然疗愈体验的活动 还有限定周五到周日开幕的青石兵卖店 仲夏咖啡馆 以及仲夏野餐快闪市集 让来到的民众有更多丰富的游园体验 现在学会表示 从122年7月1号开幕至今 已经超过10万人次以上入院细水游玩 七夕情人节即将到来了 花林县府特别在8月19号礼拜六 早上10点到下午6点 企划七夕之卡宣浪漫细水区 七夕活动加日四级在之卡宣律森林清水公园 凤桥琴南桥的周边区域 凭照花林乡亲以及全国民众充满浪漫休闲气氛 好时光 七夕活动加日四级内容将有限量爱在豆腐手作体验 情人节四级邀请 花林在地青石以及手作塞石探山 还有情人节打卡新娘送好礼 现场还有知名浪漫以及乐团 入围金曲奖以及知名部落歌手乐团 带来动听歌曲等精彩节目 欢迎先生或层次邀请大家 一同来知卡宣圆区 参加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 打造难忘的回忆 文化处长程中文表示 延延夏日的知卡宣细水活动是全国民众不可错过的游戏活动 提醒大家新阳欢乐的细水区活动 直到112年8月27号星期天 请大家把握暑假限定时间前往 享受凉爽的夏日时光